各位YahooTV的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彭博士全球天氣 最近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新聞 在英國的海域裡面發現了 藍起鮪魚 這個藍起鮪魚就是我們台灣很熟識的 黑鮪魚 Toro 他們那個地方因為他們那邊其實有很明顯的 標記 而且是禁止 補這種東西 每年都有一定的數量在管控 那我們在亞洲有些國家是盡量的在捕捉還比較沒有這個觀念 歐洲是特別的多 那他們把這個藍起鮪魚標注了之後 就發現說 之前比較不會通過到英格蘭的 突然又回來了 怎麼會這個樣子 後來就發現說這個其實他跟他的食物有關 他食物往哪裡 因為他的食量非常大非常的重 所以他就需要更多的量來去做 這個捕捉所以他就到處跑 所以現在呢其實在全世界有很多的地方 像我之前到過這個冰島 冰島在這個地方 這個是格林蘭 冰島在那旁邊 冰島的漁民就告訴我說 因為其實我們一般各位知道 這個越肥的美的魚 通常都在越冷的地方 魚很多喜歡在冷的地方 他的肉質就比較有彈性比較好 那如果在赤道地區的魚 就會比較鬆軟一點點 就沒那麼好吃 所以其實高經濟作物的魚 通常都在比較高緯度的地方 那現在呢其實各位知道這個全球氣候變均海水暖化 洋流有變化 所以 其實這個海水暖化也很重要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在冰島 這種所謂高經濟作物的魚 就不見了 就跑到 往北走了 他們要往 到北極圈更深入的地方才能補到 他們該有的魚 反而是他們在當地都捕獲到赤道的魚 已經在開始在發生了 所以 其實英國這次的事件呢 我就聯想到我在 十幾年前在冰島的時候 其實那個漁民告訴我的話 其實是產生很大的變化 等於是漁群也在跑當中 所以全世界呢 這個雖然這個 過去呢 有這張圖 這個就是全世界各種的動物的棲地 可是隨著氣候變遷這個棲地呢 就開始變化了 就會產生一些不一樣的改變 其實這個棲地呢 過去呢 動物不是永遠都住在那個地方 真的會隨著天氣 能夠再轉動的 所以現在呢 我們對陸地上 像以前 在這個 我記得在唐朝的時候 整個中國 在中原地區 還有老虎的 現在是沒有的 老虎獅子的 現在都沒有了 因為氣候變遷的影響 現在來看的話 未來呢 當氣候變遷影響之下 不管是陸地上的 海裡面的 都產生很大的一個變化 所以各位可以看 現在是全球的溫度 這是全球 全世界的溫度的 我們可以用這樣的 數值的動態的模擬圖 就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我們這是 我們大氣裡面的溫度 它會隨著整個環流一些變化 你看南北極 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北半球是夏天 所以這個冷的幅度就退的比較多 南極呢 是冬天 所以他們等於是相對之下 應該是說要進入這個春天 要進入春天了 這邊呢就會比較冷一點點 所以當我們全球暖化之後 這種未來的這種深顏色的地方 會越來越多 也會慢慢慢慢影響這個 原來 顏色比較 這個深的 這個是屬於深紅的 比較很熱的地方 像亞洲地區 印度啊 整個中國大陸很熱 台灣來說的話 其實也在這個環境 環節裡面 所以 等個氣候變遷 影響最大的是什麼 因為在陸地上很多的 昆蟲或植物 它動的 沒有那麼的快 它有可能會跟人來 爭奪 侵襲 人居住的地方 所以它的生命 很快就會滅絕 那海洋裡面呢 也可能會滅絕 但是它會生命的 我會找到出路 所以 它就會開始改變這個 魚種的分布 還有它的流向 所以這個天氣呢 也會影響它 短時間怎麼走 但是長時間呢 還是所謂的氣候 氣候變遷的確會造成 它未來 是一個很嚴重的 一個變化當中 所以 各位可以看到 這樣的一個變化 世紀的變化 在現在來看的話 已經越來越脫軌 特別加上全球暖化的情境 所以剛剛講到的 這個未來呢 像這個 藍旗鮪魚 或是說我們吃到 不該吃到台灣的這個魚種 這個其實都會 很明顯 明顯的都會出現當中 各位就絕對不要發洩 不要覺得說 這個氣候變遷與我無關 跟你餐桌上的食物 都會產生很劇烈的變化 短時間內一個禮拜 沒有看到 頂多就是我們覺得 有時候颱風來的時候 菜價很貴而已 可是未來等到氣候變遷之後 像這樣的變化會更劇烈 更直接影響到我們 所以請大家都要重視 氣候變遷的問題 已經在我們餐桌上 已經實質上在發生當中了 從這次的藍旗鮪魚 就是我們的黑鮪魚 它的這個氣地變化 就是這個樣子 Hi, I'm Mike Favetta Two of the viewers are in good hands with Dr.Peng because he relates the latest weather information to how it will affect you and the future of extreme weather these warming stripes are a great example as the planet warms the storms become stronger 感谢观看 and enjoy global weather with Dr.Peng